如意传日前播出女主角如意终于历劫归来,冷眼让过去的贴身丫头阿若领变等,不过这只是起头,剧中佳萍金玉言号称后宫第一美人,若说引起攻略,的大boss是贤妃,那么如意里的头号心机女,应属这位佳萍了,在最新播出一集,她的身世也见虚明朗,原来她出身朝鲜, 被家乡进贡给清王朝,佳萍一脚在圆着中式朝鲜贡女,容貌绝美,风姿绝业,又善于保养,表面上是个直帅女子,其实心机城府颇深,善于心计,在剧中,她平时这清朝服饰,到了晚上便和贴身丫鬟换回韩国传统服饰,看似对皇上一片担心,但其实一生的忘不了母国的世子, 若不是要嫁来大清,我便一定会嫁与世子,家贫对外用尽心机,最脆弱之时,只有想起曾与她相爱的世子,她和丫鬟真书谈喜第一次见到世子时,她近乎是一见钟情,前世子也对她有好感,若不是接到要嫁与大清的旨意, 她和世子应是对令人憧憬的家偶,当她得知世子同意她将远嫁他乡,我疯了一样跑到她面前,想问问她为什么,难道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吗? 无奈为了国土平安,家贫只能听从旨意,一个人在紫敬城中求生存,她随身带着离开母国前,是子奉与她的平安手串,就像她陪我在这遥远的深宫一样,她深知如何讨皇上欢心? 真书曾感叹,您要得到皇上的欢心容易,皇上得到您的心啊,可不知道怎么着了,她看着亲手帮好要给皇上的脸子,淡淡的说,我的心从没变过,属于赤子 简直播放�的水平安,家购送给皇上的几乎都能干吗?